有一个之前困扰了我们索尼用户很多年的问题 最近终于被简单的解决了 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原来如果你要是用Findcard做完了粗简之后 你去导出一个XML的文件 导出一条时间线 导出了之后 你想来到达芬奇里边去进行调色 你再导入这条时间线的话 就会出现片段没有找到 对吧 你不论是点是还是否 都是找不到的 它都会显示是离线的文件 现在有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目前只适用于苹果用户 我之前有推荐过一个 叫做Command Post的这样的一个插件 具体的地址 大家可以私信我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找一下 私信就是直接给你们发UR 方便你们更好去找到 打开了Command Post之后 在最下面有一个Toolbox 也就是工具箱 然后里边有一个Sony的Timecode 也就是索尼的时间线 打开了这个Toolbox之后 你能看到有一个这样的选项 没事你不认识英文也没问题 你找到你的Final Card里边的项目 把这一条时间线拖到这边的上面来 OK拖到上面来之后 它会跳出来让你另存一条时间线 OK现在在桌面上另存的这条时间线 能看到这条时间线就已经存好了 那我们再来到达芬奇里边 现在我们时间线导入时间线 我们再把这一条已经修正的 它这个时间线命名就是叫做Fixed 已经修正的这个时间线 我们给它进行导入 这会儿你们就可以看到 在达芬奇里边 你所有的素材就都有了 都会被进行正确的编码的设置 反正总之这样就可以特别轻松的 去解决你的达芬奇的套底 和回批的这个功能 OK现在达芬奇里边已经可以快速的调色完成了 然后之后你在导出的时候 你可以再导成单独的片段 或者说导出整个一条时间线 如果你已经促剪完了 你可以再回到这个Final Cut Pro里边 再去做包装 这事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 你有知道很多小伙伴都非常喜欢用 这个Final Cut的插件 对吧 今天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教程 所以大家新年行大运 24年我们一定要更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小茶 多谢您的保卫实验 咱们下期见